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这年是了可在亚马逊上出售的产品 就像他们在QVC上所做的一样 在转盘下方 购物者可以浏览产品详细信息并进行购买 同时在Amazon Live上播放多个视频流 因此购物者可以收听最感兴趣的视频流 例如Amazon Live当前正在播放情人节礼品店节目 以烹饪为主的节目带有iTedneeds的厨房礼节目和back to business live 后者正在向日拖中心和学校展示产品 您可以点按不同的视频以更改流 向下滚动以观看最近直播的那些视频的记录 或查看接下来要播放的直播 在网络上 可以在Amazon.com Live上找到实时流媒体站点 但是该站点尚未在Amazon的主导行菜单中列出 因此仍然很难找到 在移动设备上 随着最近的应用程序更新 现在在iOS和Android应用程序的主导行菜单上 都出现了一个标友Amazon Live的部分 我们已经确认 新添加了Amazon.com Live也面 尽管这不是Amazon首次提供实时流 该零售商过去涉足实时流媒体 但结果好坏参半 两年前 他停止了短暂的工作 即SaleCodeLive 他还提供了类似2VC的家庭购物体验 现场表演以主持人的电视和广播背景为特色 并邀请了专家讨论美容和时尚技巧 但SaleCodeLive仅专注于时尚和美丽 另一方面 Amazon Live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产品 从智能家居到游戏到玩具 再到厨房用品 再到家庭用品 再到电子产品 再到厨房用品等等 他的位置也不同 亚马逊不再像单一的现场视频节目展示亚马逊人才和客人 而是像希望扩大受众 并发现其产品的品牌开放 您过去可能已经看过其中一些来自品牌的直播视频 在2017年黄金日和2018年黄金周 亚马逊播放了直播视频流 宣传了一些黄金日交易 这些视频由品牌制作 非常类似于您现在可以在Amazon Live上找到的一些视频 该公司还在其今天的交易页面上直播了流媒体内容 并允许品牌在今天之前将其流媒体传输到其产品页面 其商店和amazon.com.live 亚马逊现在的目标 适时品牌也更轻松的参与Amazon Live 再详细介绍Amazon Live的网站上 Amazon吹捧了实时流视频如何推动销售 允许品牌与客户实时互动 包括通过实时流聊天 并吸引更多的购物者 连引一位早期测试者 指牌游戏制造商 Watch Your Mouth的话说 实时流媒体有助于将其产品详细信息页面的 每日访问量提高5倍 并显着提高了我们的销售额 该信息网站还为品牌指向亚马逊的 实时流媒体新应用程序 Amazon Live Creator 该应用程序仅在iOS上可用 允许品牌商将其视频内容直接流视传输到台式机 移动设备以及Amazon移动应用程序中的Amazon.com 该应用程序支持 直接从智能手机本身 或通过使用专业相机的编码器进行流视传输 它还包括内置分析功能 因此品牌商可以确定其信息流的效果如何 包括它们在提升一种支付更多购物者的付款方式上 注册的美国专业卖家开放 并且不支持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实时流媒体 亚马逊对实时流媒体感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 该公司去年围绕实时视频购物申请了奇想法的专利 并且在此之前因其Amazon Live工作而被雇佣 但是亚马逊当时声称其实时购物体验并不新鲜 确实如此 因为实时流有时会出现在大型销售中 例如Prime Day 但是自SellCodeLive以来 亚马逊已将其直播视频直接推广给在线购物者 本周针对品牌推出的Amazon Live应用程序的发布 以及亚马逊在其移动应用程序上 创建只向Amazon Live流的专用链接的举动表明 尽管零售商试图将直播视频拒至门外 但实况视频正在成为零售商更大的努力 谣传Instagram正在开发一个独立的购物应用程序时 人们越来越关注实时视频 并将其以创作者为中心的IGTV产品 大力推向用户的家庭公告 QVC本身刚刚宣布了其新身份 计划进一步涉足电子商务和可购买的视频应用程序 而且YouTube充分利用了来自品牌和网红跨境中介站 WC本身咨评期间文版计划申作主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